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附属,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已启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修订的工作。 在修订过程中,我们将通过实际调研,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,与外国商会、外资企业充分沟通,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诉求。 我们述不考虑,一是全国目录的修订将继续以制造业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向,同时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。 加大对先进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、兼能环保等领域的支持力度。 我们欢迎跨国公司继续扩大相关领域在华投资,与上下游企业开展深度合作,实现互利共赢,共同发展。 二是,中西部目录的修订将充分挖掘各地方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,应的质疑加大对基础制造、适用技术、民生消费等领域的支持力度。